从华语夜谈天后到跌落神坛,从众星捧月到众人诛之,蔡依林这次到底做了什么,再一次地激怒了国人的心。 近期HM、耐克等多个品牌碰瓷棉花世界,内地的明星们纷纷一直解约彰显炎黄子孙的骨气。 可是在这轰轰烈烈的解约事件中,有一位明星却神隐了,让人直呼太恶心。 内地圈钱捞金在国家利益上却成了双面人,她就是蔡依林。 此次棉花实践中,她迟迟不表态,彻底惹怒网友。 有网友发现她频繁地登陆自己的社交账号,但是上面也没有转发任何支持棉花的言论。 难道她认为国家利益面前她可以事不关己?都说皇帝不及太监即。 粉丝们这时更像热锅上的蚂蚁,纷纷希望蔡依林赶紧发出声明。 然而没想到蔡依林的回应是,直接设置关闭了留言,基本上也等于回复让粉丝别叫她做事。 这么一来似乎蔡依林的态度非常明确了。 实际上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天了,有觉悟或者说有意识的明星早早就行动起来了。 早年曾子丹就说过一句话,嘴上说爱国的人没有实际行动,都是假爱国。 我看不起好多人满嘴都是我是中国人,其实她的心在外面。 蔡依林出道到现在,在音乐圈都是众心拱跃的存在。 然而此次事件后就有网友扒出了她过往的采访言论。 好家伙,这不看不知道,一看吓一跳。 这件事也纷纷让那些为蔡依林辩解的人彻底地闭上了嘴。 一次综艺活动里一位女生喊话,说让蔡依林为中国人争光。 蔡依林似乎感觉非常不愉快,也许真的不知道,也有可能是知道了也不在意。 又或许她已经和他们站在同一阵地了。 看完这些言论,似乎能明白这次蔡依林的举动了,人家的态度还真很从一而终。 不过方向在哪儿,大家应该都知道了。 也有人说是因为,标马是蔡依林今年演唱会的赞助商,所以她不好得罪。 但是在国家利益面前,钱真的就那么重要吗? 看来她是舍不得丢掉这一块大蛋糕了。 所以就算她接下来真的解约了标马,或者发表其他声明,恐怕也是因为有更大的利益吸引。 要说是真心,恐怕也不会有多少人相信。 有人也许会觉得,港台明星跟内地明星不一样。 如果说蔡依林是台湾人,她选择不解约。 但这次的棉花事件,就连陈奕迅也表态了,毫不吝惜6000万元这一天价赔偿。 要知道她是阿迪达斯多年来的全球代言人,级别很高。 明星赚钱再容易也是靠实力,靠本事,也不是天上调的馅饼。 2021年3月26日,当陈奕迅完成资金交割之后,一个人坐在车里整整呆坐了一个小时,可见其压力之巨大。 她选择解约,肯定没法回头了。 港台艺人除了陈奕迅,让人意想不到的是,之后连许光汉也解除跟标马的合作关系了。 这下蔡依林的不作为已经没有任何借口,蔡依林不想跟风解约,她近几年的表现大家都看在眼里心里有数。 比如每年国庆,明星们大多会发文祝贺祖国生日快乐,但蔡依林在每年10月1日,当天基本上是不会发任何东西的。 唯独2019年的10月1日,蔡依林连发三条动态,但硬是没有一条跟国庆相关,颇有种,我就是上线了,但我就是不表态的意思。 此次事件除了蔡依林,还有一位女星也颇受争议,那就是刘亦菲。 所有明星的节约声明,所有明星要么由本人发布,要么就是工作室发表,只有刘亦菲是通过粉丝官方吧发布的,自己还不带转发的那种。 多半也是典型的皇帝部级太监级,而且在前几天,刘亦菲本人的账号还在发阿迪达斯的宣传片,这一下子就激怒了网友,舍得网友忍不住对着她喊滚。 此时有没有解约,大家心中早已有感秤,恐怕刘亦菲只是想草草的敷衍了事,等到事情风头过去再出来赚钱捞金。 从神仙姐姐到跌落神坦,刘亦菲这一手牌打的是稀巴烂。 事件一出随后就有网友爆出,刘亦菲早已经是美国籍,自从出演迪士尼电影《花木兰》开始,她的事业版图就已扩张到了海外市场,早前粉丝就各种吹上天。 似乎好莱坞比国产电影高贵多少一样,粉丝表现出来的崇洋姿态惹人不满,而刘亦菲本人似乎已默认着这一份姿态,从不表态,从不解释。 很多网友说,刘亦菲怎么了,为什么盯着她,况且她也不是中国人呢。 说这话的无脑粉丝恐怕是没有认清状态,不是中国人,为何要在国内捞金呢? 难道真的是国内赚钱国爱花,在面对大是大非上还连一个转发都没有,就因为自己是美国人吗? 从蔡依林到刘亦菲,不得不感叹祖国发布的现即令出台的非常及时,在这些吃着中国饭却砸中国锅的明星面前,舍小家为大家的明星就显得格外有骨气。 众所周知,娱乐圈很多明星都非常积极地参与到解约争议中来,但是在时尚圈却恰恰相反。 这个圈子里大多数人都是沉默的,此前因地图事件跟扣食解约,已经损失惨重的刘文,这次面对标马的问题依然没有含糊,再次选择直接解约表达爱国的态度。 要知道,他们损失的可比明星多多了,因为时尚圈吃的就是代言这碗饭。 明星们虽然被终止了代言合同,但他们仍有其他收入,比如电视剧、综艺节目等。 不过模特就不同了,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代言和演出。 换句话说,明星解约对其事业的影响可能并不大,最大的影响只是钱的损失,但自己还有其他主业可以弥补这损失,不至于伤筋动骨。 但是在模特圈,且不说可能会遭到洋品牌的联合围剿,光是违约金这块缓过来都要很长的时间。 据悉此前刘文第一个解约事件后,就面临着高达1.6亿元的赔偿金额,赎金二次解约,不知道这次又得赔多少。 显然跟以往的小打小闹不一样,这次连这些资本大牌都没有考虑到中国市场的利益,而是决定明确站队,这意味着什么? 这意味着西方这次摸清了实情,带有暂时放下血本的架势,而时尚界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,所以集体失声怕得罪西方,说白了就是怕饭碗碎了。 此次事件中,网友会要求辱华品牌代言的明星解约,其实要的就是一个态度,一个挺直腰杆对辱华品牌勇敢说不的契机,这已经不是什么解不解约,发不发声,是人家的自由的事。 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,要求就是飞黑几百,蔡依林,刘亦菲等这类明星模棱两可的态度,迟早有一天会在中国把自己作糊,在面对国家利益面前,戏子永远比不过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